假设出狱不知悔改又走上了不归路了 这是桃园一名有强盗前科的男子 受不了地下钱庄讨债的压力 竟然大费周章的四度变换交通工具 奔波300公里南下行抢 他抢走了女会计刚从银行领出的18万元 而警方调阅了200多只监视器 将嫌犯生之以罢 女会计打开机车置物箱 准备要把从银行领出的18万放进去 这是一名身材魁武头戴棒球帽的男子 迅速逼近抢钱 连任带车把女会计压倒在地 两人激烈拉扯 女会计毫无招架之力 安全帽滚落 人还被打到头破血流 嫌犯45岁是桃园人 犯案前先骑车到客运站买票 特地搭车南下台中 搭车时还坐在第一排 一派轻松 心思缜密的他 速度变换交通工具 前犯前年才假释出雨 却不知悔改 这回为了抢劫大费周章 但凡走货必留下根机 警方调悦200多支监视器 终究让他一一现行